又回到这个话题了 你就是来说这个话题的吧 如果我让丽莎知道发生什么事的话 她多半会产生负面情绪 所以我打算去买同样的书 假装是她的书还给她 那坏的书你有带来吗 嗯 姑且每次都带来了 给我看看 她不至于把它烧了吧 是说是不小心我弄坏的 这本书 我没记错的话 已经绝版了 难道说 买不到了 网络上或许找得到 但肯定很贵吧 当初是你买的吗 不 这一本是我们母亲的收藏 搬到木屋住后 母亲的书也被我一点一点的搬过来了 母亲的 说起来你们的母亲 她已经去书了 这根本不是在买一本就能补偿的 书的那一页还印有我们母亲自制的印章 确实是不可取代的 印章我都没有注意到 对不起 都输了 这不是你的错 但是 我或许能修好 修好 把书修好吗 只是或许 毕竟破存到这个程度了 要修复到原本的样子 肯定是做不到的 但至少让它变回一本 可以正常翻阅的书 总之 我抽空努力一下试试吧 她就先放在我这里了 等我把书修好了 你就把它交给丽莎 然后 还是跟她说实话比较好 她很擅长 查人观色和装上 她肯定已经查知道了什么 只是没说出口而已 不用担心 只要你把事情好好说清楚 她会接受的 嗯 我知道了 那么 话也说完了 再不回去 就真的太晚了 这次 就送你到家门口吧 嗯 那就不用了 不想把柱子 暴露给我的花 送到居民区 附近我就走 嗯 也不是那个意思 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 继续麻烦你 之前 我就觉得 你好像没什么安全意识 因为没有人告诉你吗 你在说什么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干嘛 一声不吭的 盯着我看呢 结果 还是被送回家了 说什么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明明知道自己有多幼稚 夜晚独自在自己房间的时候 总会是莫名的开始自我厌恶呢 还是早点休息吧 我刚以为会有支点 结果又没有 来到黎沙都回合了 应该会讲 黎沙要制造出这个空间的事情了吧 是这个时候 黎沙已经死了吗 感觉是稀释针宝贝弄坏 对啊 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母亲留给你那个纪念 这种东西 真的是无可取代 所以我觉得多少 黎沙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 我觉得有可能是 琴音跟他讲以后 他知道这件事情了 然后又亲眼见到琴音被欺负的话 有可能会爆炸 你跟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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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你了 怎么了 哦 这个黎沙的心中黑暗面 他跟那个姓名是一样的概念啊 可是这个黑暗面好像没有像那个姓名那么恐怖吧 所以他们其实是可以跟内心的那个 恶魔说话 你在哭吗 好痛苦 一直都好寂寞 怎么会呢 你明明那么幸福 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奢求的 不是吗 是啊 很幸福 幸福到 就要想要死去的程度 正因为被挖开的空洞里 塞满了甜蜜的东西 伤口非常的痛 一切 我会跟旧底 最痛苦而已 如此痛苦 又漫长的梦业 这便是诅咒 我是无法从诅咒中逃离的 你是这么想的话 既然如此 你就不能存在于此处 蛤 到底谁是真的 还是黑色那个才真的 我不想死 别担心 你是不会死的 我会记住你 会为你创造出属于你的形象 让你作为我新的孩子 作为与我不同的个体 继续存在下去 就像大家一样 所以 我真的越来越觉得 那空间是莉莎做的 然后她把自己的 那个黑暗面放进去 所以 她其实 莉莎不一定是死掉 可是 回忆里 莉莎就已经死了 你竟然没有被否定 也没有被抛弃 是被爱着的 你在骗人 说什么爱 你根本就不曾接受过我 今天的清理也完成了 这样就 还是这个是在讲说 她抹掉自己 就是 你当自己的负面情绪之类的 有时候这个游戏 她的暗示跟明示 真的太不清楚了 会搞不清楚 那个状况 我相信我们到最后会知道答案 只是 太多这种 留在后面才知道的事情 就觉得 真的太多了 为什么要论掉 那么抗拒自己吗 对啊 这应该是抹掉自己的负面情绪了 又来了 你一直很好奇吧 如果是她的话 或许能接受你的一切 或许 即便是她 也无法接受 又或许 在那之前 她就会亲手被你杀掉 很想尝试一下吧 究竟会如何 想知道 想知道的不得了呢 那这个才是真正的 跟悉民一样的那个恶魔 声音淡去了 为什么是到如今 还会诞生 出那样的我呢 一定要想办法 尽快解决掉才行 不可能啊 已经被诅咒了 没有办法解决 还没有睡吗 怎么了 没什么 什么都没有 无论发生什么 你都会待在我身边吧 说什么 这不理所当然的吗 是呢 时间流逝着 习惯的日子 会给人一种 一切都永远 到这样继续下去的错觉 然而 变化总是会到来 今天 好像没有被那些人骚扰 他们终于腻了吗 客助力也没有被偷偷塞垃圾的样子 嗯 这个纸条是 他们找到新的欺负对象了吧 光是道歉有什么用 好好教训他吧 这不是请你吗 你这个时间还在学校里啊 话说 这是第二次我 又被你撞见了 说什么呢 是你们吧 在我抽屉里塞中纸条 纸条 我们可不知道的 对吧 那就是你们啦 说什么 就是说 上面写什么 念出来听听啊 总之 我已经按照嘴条说的 在放学后一个人到这里了 这样就可以了吧 等一下 我还没准你 就这么走掉呢 有什么事的话 就快点说出来吧 哼 你的眼神 总是那么的凛然 凛 凛然呢 就好像彰显自己有读高尚一样 这一点真是 非常令人噁心啊 什么跟什么 要说的就是这个 别那么着急 其实 我想到一个不错的点子呢 不如就趁现在 让你加入我们吧 一时间 我没能理解那句话的意思 加入 我 加入他们 为什么突然 应该已经有相当多的同伴了吧 不 奴隶跟同伴是有区别的 变为同伴的资格 可不是每个奴隶都有的 说法还真直白呢 比如说那个 名字叫什么来着 对 同龄 他在刚展学过来的时候 也是个出气筒 近日则得到我的证客 成为我们的一员 方法很简单 只要通过一个小小的测试 然后线上 至少一个自己的把柄 承诺完全 听从于我 保守七令的日子 就能到此话中句好了 线上把柄 是值得把自己的弱点 曝露给你吗 当然 毕竟要确保你值得信任嘛 不堪回首的往事也好 不可高人秘密也好 至少得告诉我一样 且需要经过我的判断 认为是有效的把柄才行 如果还能献上几个别人的把柄 是能加分的 自然 我是不会随便把那些信息 透露出去的 不然 就没有作为保险的意义了 主动献上把柄 那种事 只有已经被掌握了什么把柄的人 才会做吧 那么 这个你拿着 抹布 把这个 扔到那个女生的脸上 这个就是给你的测试 相当简单吧 快 扔到亚因的脸上 把安雅 每次讲出安雅的脸上 有什么好犹豫了 又不是杀人放火 就只是点小事 还是说 你想继续被欺负吗 他们 就像等待喜剧一样 嘴角上扬着 说起来 完了到中后期开始有点错字了 我和其他被欺负的人有点不一样 他们并没有掌握到我的把柄 鲜少和别人打交道的我 几乎没有那种东西 所以 他们只能用恐惧来 胁迫我 恐惧 我确实 对他们感到恐惧 光是看到他们的脸 就只想扭头逃开 然后不知道怎么 一种冲动 从心中涌起 哦 对他脸上耶 跟我想的一样 哇 他人呢 跑掉了 扔出母步之后 推也不回的 被他拒绝了呢 哎呀 你没事吧 吵死 都是你们的错 哎呀 为什么会怪我们 够了 快点追上他 知道了 居然敢 给我等着 好好地等着 我绝对会让你后悔的 绝对 吓死我了 心脏还在狂跳 那样做 是正确的吗 罗曼 一看到他 马上就觉得安心一些 说起来 最近在商店里看到新上市的小鱼干 下次 买来给你吃吧 完了 这只猫会死 这只猫会是你烤火线 所以说 为了让猫不好 稍微一点点 应该没有关系吧 等着 罗曼 都会有了条件 我一定会受养你的 好 今天也去那边吧 刚才的事情 告诉李莎是不可能的 前因后果 都没有跟她提过 告诉姓名的话 她会有什么反应呢 完了 完了 这太明显了啦 是不是跟踪还是她去抓猫 完了 我这边没有猫 唉 惨了 这张好长哦 我们花了两小时 这张都没有玩完 之后这第五章 就是指点的吧 应该快结束了啦 因为马上就要知道故事了 可今天一定玩不完 嗯 没有动静 黎莎 你在吗 不在家 是去了森林的某处 也是有不定 不过 总绝对 不太对劲 来到木屋 没有人应门 还是第一次呢 说起来 和刚认识人 顿时间不太一样 这个时间 姓名也差不多快回来了 如果没有理由 李莎应该不会 在这个时候往外跑才对 总之 边往回走 边在自己认识的路里找找看吧 不会吧 应该 应该什么意思 他可能缺地方是 李莎 在这里 但是为什么呢 李莎 你还好吗 快醒醒 请 李莎 那个 秦英 怎么了 能稍微陪我 到树林外面走走吗 完蛋了 来了 天哪 这可不是 猫死掉那么简单啊 你是说 这树林的外面 从这里开始走的话 走到外面 应该不用很久吧 不如就顺势 但是 那个 没问题吗 这不是什么顺势 就能去做的事情呢 即便 可能性很低 万一在外面发病的话 确实 总的顺势行动 确实不太好呢 要是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就无可挽回了 抱歉 突然听我说 你也是不知所措吧 总之 先回木屋那边去吧 系民也差不多要回来了 他已经屋 见不到别人的话 会很担心的 也是呢 回去吧 好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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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过一劫 他露出了一副 既往的笑容 随即转身 先我一步 迈向了归途 我紧随其后 然而 不知怎么的 看着他的背影 我感觉到了 一丝隔阂 他走路的动作 好像有点奇怪 就好像 在手里藏着什么一样 诶 有什么 从他手中滴下来了 你流血了 不用担心 那只是伤口离开而已 刚才起身的时候 磨到地面了 是中午洗盘子的时候 不小心把盘子 打碎割伤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那么久了 还流血的话 蛮恐怖的 还低的 用低的 被盘子碎片割到 记得很小的时候 母亲的手 也被玻璃碎片割过 明明是很小的伤口 血却是怎么折不住 一直流一直流 为什么不爆炸一下呢 给我看看 但 起初 还以为是因为光线 偏暗看错了 然而 从黎沙手上的伤口中流出的 确实是 黑色的血 抽出口的瞬间 一样的感觉 蔓延至全身 对了 这个 多半是因为那个吧 那个怪病 然而 像是被什么吸引住 我的视线 无法从那个墨汁般的 血液中移开 那这个是 所以刚刚是 黎沙发病了 只是注意事的那样 血液 一样的情感 就不知从何处涌了起来 不 这不是我自己的感情 我不可能有那种想法 绝对 不可能在面对 黎沙的时候产生那种想法 秦英 你还好吗 秦英 与黑色 形成鲜明的对比 她那苍白的手伸了过来 啊 不 不是的 刚才我只是吓了一跳 我 莉莎 要交换了 怎么会 我应该要忍耐才对 那种程度的事情 诞生出的情感 应该已经杀掉无数次了 抹掉或者是隐藏自己的感情 这种事是做不到的啊 她以为她自己能 随时都忍受那些状况了 事实上没有办法 因为是第一次被信任的人给那个吧 因为这正是你最为恐惧的 也是最为期望的 就让她看看如何呢 真正的你 莉莎 身体动不了了 呼吸也变得很困难 这样下去的话 你也几个我有选项啊 挣扎 诶 剧烈的咳嗽之后 舒服的感觉顿时减轻了很多 这是怎么回事 也不是问话的时候了 现在还有转变的途中 一旦成型 她就会彻底失去控制 明白的话就赶快跑 还认得做什么呢 但是 我会处理的 别在这里碍事 结果 还是变成这样 这或许是必然的吧 别担心 我会陪你到最后的 无论发生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